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36岁的小女士 她在五一之间 发现自己的脖子 一边大一边小 也就是说不对称 于是小女士赶紧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 罪魁祸首就是甲状腺的病变 原来小女士的左侧 甲状腺长了一个肿块 也就是脖子这边 有一个小黑字 这个肿块是恶性的甲状腺癌 在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肿块很小 所以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异常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肿块越来越大了 就出现了小女士 现在这种情况 脖子一边大一边小 医生也说体内是否有癌症 有时候脖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在颈部有很多重要的器官 颈部出现了异常的时候 一定要顺腾摸瓜 揪出幕后的真凶 一般提到癌症这个话题 不少人都会露出了惊恐的面容 这是由于癌症的致死率较高 虽然如今的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但是治疗癌症这方面 治愈率还是比较低 所以癌症对于人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疾病 根据相关的调查已经发现 大多数患者都忽略了癌症早期的信号 比如脖子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三个异常 或许就是体内有癌症所发出来的一些信号 一、脖子出现了这三种异常 应该高度重视 一、淋巴结出现了肿块 当我们发现身体的颈部位置 一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肿块的时候 需要及时重视起来 最好赶往医院检查 是否有因为身体出现了疾病导致造成 因为很多疾病在发生之前 都会向身体发出了信号 当颈部一直出现了不明的原因肿块 不排除就是因为癌症出现导致 那么在生活中 很多人患上了甲状性恶性肿瘤 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治疗 颈部位置就会出现了节节 随着病情不断发展 而且患者没有及时发现 颈部的节节就会随着病情发展而增大 时间久了之后可以发现 颈部出现了大面积的肿块 那么有的患者还出现了吞咽困难 声音沙哑这种信号 大家在平常洗澡的时候 可以多留意一下脖子的变化 多触摸一下脖子 如果能够摸到脖子这个部位出现了圆形 或者拖圆形的肿块 那应该高度警惕 是我因为肿瘤导致出现 脖子的颜色出现了异常 那么很多人也知道我们脖子这边 颜色都是陈肉色 除非经常晒太阳才会变黑 但如果平常没有晒太阳 那脖子出现了自然花黑 还有很多的黑色条纹 而且怎么清洗都是洗不掉 这个时候应该警惕是否因为身体出现了疾病导致 比如在生活当中 肠前的肛癌就会出现了这样子的症状 由于癌细胞会导致患者体内 绿氨酸酶转化为黑色素 从而不断在脖子上进行了堆积 那最后导致患者脖子出现花黑的情况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脖子有花黑的条纹 那最好不要一拖再拖 及时赶往医院进行检查一下 第三 你发现了脖子疼痛感已经剧烈疼痛 那在平时当中 如果能够感觉自己的脖子平缓 发出了剧烈的疼痛等一些症状 那排除其他的因素之外 或许由于身体出现了某一种癌症导致 因为人体的脖子这个部位 昏迷了很多的组织 但如果脖子内组织出现了恶性肿瘤 那么在肿瘤的持续发展过程当中 肿瘤就会越来越大 从而脖子的组织就会受到压迫、损伤 所以会感受到脖子出现了异常的疼痛感 并且多伴随骨癌、癌症转移 那么脖子的疼痛症状也会越来越激烈 一般癌症呢 都会导致脖子出现了很多癌症的一些信号 比如在生活当中常见的甲状性恶性肿瘤 它包括炮装癌、乳头症癌、未分化癌、绿炮症癌 那在其中也是最为常见 所以当脖子频繁出现了疼痛的症状 应该高度警惕不要放过 那么引起的癌症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第一种呢 也是遗传因素 那么根据一些科学研究大量发现 大多数癌症都是具有遗传因素 癌症并不是说直接的遗传性疾病 少数癌症、病化症都与一些家族聚集有关 那么在家族当中有人确诊了癌症 为了防止自己也有确诊的几率 那最好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 第二个就是化学因素了 所以患上癌症的因素也是很多 其中化学因素可以导致人类身体患上癌症 它是首要原因 根据表明 大多数的化学物质都有很强的致癌性 当身体长期与这些化学物质接触 身体的细胞就会出现了疾病或者癌病的现象 所以在生活中一些化学事迹对致癌性会长大 很多人的眼中 基本上是化学物质导致癌症可以诱发 因为这些致癌物质很难从身体排出体外 而且还会对人类身体影响了正常代谢 那么在生活中致癌物质也是有很多 常见的有染化剂 部分的染料 硝酸胺等一些 都可能大大的导致癌症的出现 还有一种是内蜂蜜因素 患癌的因素非常多 其中内蜂蜜失调可能导致患上癌症 也是可以提高到80% 因为人体当中有很多蜂蜜腺体 最常见的腺体就是甲状腺还有肾上腺 如果人的情绪长期处到很多不良的影响 那么身体内蜂蜜系统可能长时间处于紊乱的状态 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癌症的出现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同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